祝佛菩萨如是 古代圣行人也如是 现前好的老师也如是 我在找您在台北 亲近方栋梅先生 他特别用心来指导我 什么原因 我跟他素媚身贫 根本不认识 只是听人家说他 有个方栋梅先生 当代的哲学家 对他俩目 我写一篇文章送给他看 写一封信 希望他准许我可以旁听他的课程 我们的态度 真诚恭敬 一心相续 方栋梅先生在文字里面看到了 回信 回信 又我在他家里见面 见面之后 叫我不要到学校去听他的课 每一个星期天 每一个星期天到他家里 他给我上两个小时口 这是特别的教学 这是特别的教学 什么原因呢 我们有一颗真诚恭敬性 道理在此地 你没有这种心 你没有这种心 充其量 他客气一点 到学校去旁听 单独播出时间 来教一个人 谈何容易 我们没有教学费 那个时候我们生活非常艰苦 我跟他那么长的时间 一分钱的供养都没有 他对我们那么样的爱护 诸多想想什么原因 尊私忠道 那么现在找这种修学态度的学生 就找不到 一生当中难得遇到一过 一生当中难得遇到一过